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大方县教育系统首届师生体育艺术节上 包揽了足球男女组冠军 在现级比赛里面从来还没败过的 随后这个业余山村小学足球队继续演绎着他的神话 在全国校园足球邀请赛甲组中获二等奖 2019年6月 徐赵伟应邀前往葡萄牙观看欧洲国家联赛 赛场外 葡萄牙退役球星卡瓦率 在徐赵伟带来的一支足球上鲜明留念 可是惊喜远不止这些 连欧洲连的官推都已经做到 我们元宝小学足球的一个对接 我们的孩子因为足球 从这里走到了贵阳 从贵阳走到了全国 这种全国走到了全世界 足球场上徐赵伟一朝一世 俨然一个球感十足的专业教练 然而 15年前 他在城市里找工作时 却屡屡受挫 2005年 徐赵伟从新疆石和子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在乌鲁木齐市一家电视台 当电话业务员 因为没有一单业务 不得不辞工 后来应聘一家报社 却在面试时裸聘了 无意中得知贵州招支教老师的消息 徐赵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到贵州去支教 第一次支教七年 突然接到父母的电话 催促他回到老家新疆 燕齐回族自治县 他没有带回来财富 没有找到爱情 守在父母身边的徐赵伟 只好找到一个建筑工地 干起了小工 每天天不亮掉起 干得天黑累的 我告诉你 手上全磨泡 磨泡了泡 两个月后 徐赵伟放弃建筑工地的工作 后来几次在城里找工作 也都以失败告终 这对徐赵伟的信心 是个巨大的打击 半年多的时间 经常想念在贵州 那种充实快乐 忙忙碌碌的支教生活 回到贵州 继续支教的愿望 也越来越迫弃 2013年 徐赵伟告别父母 离开家乡 再次踏上了支教之旅 来到贵州大方县元宝小学 担任宇文老师 2017年4月的一个电话 彻底改变了徐赵伟的人生轨迹 我开会 我说有人要捐这支场 你们说干不干 老师们说干啊 徐赵伟听到这个消息 兴奋地给校长王光文打电话 老王 我们把继续推荐起来了 我说好啊 从读高中开始 徐赵伟一直就梦想 自己能在足球场上踢足球 我从97年 总喜欢果米 总喜欢罗布特巴桥 喜欢罗纳尔多 是开始的 喜欢足球 足球的那股精气神 因为体型胖直到上大学 徐赵伟也没能实现 自己踢球的愿望 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没想到有一天 我终于有我自己的足球场 和我的球队 而且我很做教练 毕竟千辛万苦 足球场建好了 两只各15人的男族和女族 在元宝小学也组建起来 王家月今年13岁 六年级 加入足球队后 王家月踢前锋 足球场上 王家月个头是最小的 但却是场上最拼的那一个 虽然你晒黑了 但是你踢起来有好处 让你变得坚强 2019年7月 王家月和元宝女族队 拿到了现冠军 在此之前 他还去了杭州 参加和海南穷中女族 及中国女族的见面会 足球给很多像王家月 一样的农村女孩 提供了走向成功的机会 因为足球让别人看到他 比较好的一面 我觉得可以说是帮他偶爱开了一扇窗户 开了一扇门 每隔两天 徐赵伟都要从元宝小学坐摩托车 去大方县城的私园学校 给那里的足球队当教练 我去那里再累 能去看到他们的笑脸 特别值得 2018年 元宝足球队12名队员 作为体育特长生 被私园学校录取 2019年又录取了6人 私园学校足球队队员 大部分都来自元宝小学 2019年5月的一天 下午3点半下课后 接徐赵伟的摩托车师傅 晚来了10分钟 眼看就要耽误训练的时间 两人匆匆上车赶往私园学校 在路上我就不停地在 催他把车开快 从元宝小学出发 要先下山 然后再上山 中间经过9个180度的挤弯 当地俗称九道拐 当时刚刚下过雨 在经过一个弯道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行人 幸亏中速反应比较厘米 然后车猛的一个急刹车 一个甩头 徐赵伟和摩托车司机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就差几厘米 就差点撞那个人 好在没有撞到行人 有惊无险 而这样的险情 徐赵伟遇到的还远不止这一次 从思源学校回来 徐赵伟马上转换角色 又当起了生活老师 开始给元宝足球队的孩子们 做晚饭 吃菜一汤 他们中国的标配 足球队孩子的父母 大都在外地打工 徐赵伟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间房 下午训练过后 孩子们就在这里 休息和学习 晚饭也在这里解决 来 尝一口 快点 快点 来 这边 好吃吗 好吃啊 他刚才跟我喊息 实际上觉得不好吃 房租和伙食费 一部分是徐赵伟 从自己微信朋友圈里筹集 他每个月1500元的支教补贴 除了日用片花费的那部分 其余全都用在足球队的生活上 十几个孩子围在一起吃饭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们把这里当作家 把徐老师当作最亲的人 今天哪个菜最好吃 这个叫什么 不晓得 这叫蘑菇炒肉 给孩子们吃饭 等他们忙完 我要等到十一二点了 男生宿舍 这个床你看 刚出来的时候 孩子们都不懂事 弄了一团糟 现在起码他们能 初步地给个大致比较整齐 这里就是女生宿舍 早上六点 孩子们跑步晨练 跟着队伍的徐赵伟 很快被甩在了最后 孩子们跑得比较快 我跟不上吗 在村口的山坡上 徐赵伟等待孩子们跑步回来 一个人的时候 打开手机 音乐的旋律 回荡在清晨宁静的山谷中 此时的徐赵伟终于 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没有他们想想的这么坚强 这么多年 我也挺弱的一个人 不是他们需要我 而是我需要的 我真希望孩子们非常快 今天中午的这场训练 球场上徐赵伟一直没有出现 直到下午在十几公里之外的县城 我们才打听到他 今天早上我去大方县人民医院 做了一个早生波检查 原来连续几天高强度训练 加上照顾孩子们 徐赵伟突然感到身体有些异常 早上到医院做体检 显示胆囊有炎症 徐赵伟悬着的心 这才终于落下 为了足球队的孩子们操劳过度 徐赵伟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看病 这时候假如这个两个柱子 两个统标就统是对方的防守队员 这时候他能不能局限往前跑了 肯定不能跑了 我们演示一遍 我只要连关系传给我 我就传给你了 明白吗 传 好 看到没有 走了 基本功的训练动作 都是要给他们做示范的 是要做的 包括带球 包括传球 对于一个村小足球队来说 千天条件不足 只能在训练上比别人更加特殊 早上稍微练个小体能跑跑步 中午的时候西山树的训练 下午的时候现在就纯示 纯比赛 以赛代练 中午时 这支队歌歌词由徐赵伟改编 每次训练前 元宝足球队员们都会唱上一遍 既是激励队员 更是徐赵伟用另一种方式 在激励自己 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 但是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就这样的 我们一直要为元宝战斗 为自己而战斗 梁亦元人称候鸟医生 广东省连江市安铺镇人 2007年 自己租地建起桃花岛候鸟保护区 远近文明的候鸟医院 这里位于北部湾入海口 每年秋季 从西伯利亚连离的数以万计的候鸟必经之地 也是他们停留密室的家园 13年间 梁亦元为无数受伤的候鸟挽回生命 犯规大自然 这一望无际的绿洲 已然成为候鸟的天堂 坚持下去 我自己做工艺的绝对不后悔 说起如何与候鸟结缘 还得从梁亦元下岗说起 13年前 由于陶瓷工厂经营困难 梁亦元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回家自谋胜路 天性清新于花草树木的梁亦元 大胆地将手里仅存的一点资金 承包了60亩旧村厂 经营起了苗木园 既能亲近绿色植物 又能挣一份收入 养家糊口 两全其美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癌 突然有一天梁亦元发现 偌大的苗木园里 来了不速之客 无意中发现有 叫的那个声音不一样 和这里附近的鸟不一样 原来一看 白鹤来了来了 来了十几个 蝶脸花 鸟爱铃 无心插流的梁亦元 却被这鸟叫声找泥 看着站立的白鹤 通体白色的羽毛 飞翔远去的恶挪姿态 梁亦元连连不舍地眺望着 就在这一夜 梁亦元决定 要为候鸟建一个家 将承包的60亩地打造成候鸟保护区 因为我保护了以后 慢慢还吸引多的候鸟 那么我这里呢 人家来逛鸟 从这方面 我都把我那个花木也带出去 而打造候鸟保护区 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收入 妻子马彦芬坚决反对 夫妻俩一度闹到要去离婚 他早上起来买这个馒头 打一瓶水就过来 当时的桃花岛没有水 也没有电刀 爱护候鸟的意识如此强烈 也源于儿时的经历 父亲就是个执着的护鸟人 小时候经常看到 父亲救治受伤的鸟 在父亲的手里 受伤的鸟 每次都能奇迹般地康复 然后父亲再将它们放归大自然 人家抓的那个小鸟 也是骨子的 它用那个板带 纱布炸 那么我看见 也懂得自己怎么怎么用 如今自己有这样一个候鸟 栖息场地 还能亲自救治受伤的鸟 也让自己找到了 人生的终极目标 按照计划 他先在保护区种植花木 用卖花木的钱支付场地租金 保护候鸟的费用 然后解决家里的日常开支 我搞很多苗木 花草 那么也过年过节 这里面有人过来买一点 那我有一点生活费 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 没过多久 自己经营的苗木出现了滞销 资金无法回笼 保护区陷入困境 在梁一元走投无路的时候 父母及时给了梁一元极大的帮助和鼓励 我老爸老妈还在 她说你放心得搞 反正四个弟弟妹妹 一年十万八万还有的 有了父母和几个弟妹的资金支持 梁一元终于挺过了难关 然而第二道难关很快又摆到了眼前 2008年10月的一天 梁一元在海边红树林巡查时发现 有人架设捕鸟网 打算违法捕猎候鸟卖钱 梁一元看到后十分气愤 上前劝输 这些违法捕鸟人的拳头 迅猛地向他挥了过来 梁一元猝不及防 两眼漆黑 梁一元态度坚决 拼死拆除了捕鸟网 梁一元多次遭到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 这些为了小力不惜玩命的 违法捕鸟人 竟然自制土炮 要置人于死地 而梁一元是一个不惧怕威胁的人 他依然看见捕鸟网就拆 见到捕鸟人就驱赶 从来没有停止过 它好像走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的那个样子 对那个猴蝇的爱好 那野生动物的爱好有点疯狂 疯狂的背后是一颗坚定的护鸟之心 渐渐的护鸟巡查有了明显效果 捕鸟网少了许多 梁一元也因此称为当地的护鸟名人 那个是战舰网报 出来了知道我是保护这个 国家也支持我 整个海边那边 捕鸟那半人就说 以后你不敢弄它了 捕鸟那个人 那个人那个群众的就 一听到那个医人来的时候 他就跑了 梁一元并没有停下 保护候鸟的脚步 他开始了另一项行动 救治受伤的候鸟 一些撞在捕鸟网上的鸟儿 被人送到梁一元这里时 有的翅膀和脚已经折断 如何救治 拿两个猪片把它固定 时间长了它会好了 那好了 平常那个毛钓的破皮的 那个用红药水蓝药水 它都这样好 只好两三个小的 自己慢慢要买一点书来看 在日积育累的摸索中 掌握了一套自己独特的 候鸟救治方法 我治疗候鸟的法宝 肠胃以后看到消化不行了 要拿这个冲水 固扎的就用这个猪片 纱布 这个是中药水 这个是中药水 固扎方面又靠它 乖乖 吃饱饱 等你又回归它这样 放你去找你的伙伴 经过这么多年 救治候鸟积累的经验 梁亦元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鸟粪 就能判断鸟的情况 这里有一小块 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了 肠胃有了问题了 灰燕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本应翱翔蓝天的它 却在梁亦元的保护区 生活了七年 说起当初自己 和这支灰燕的经历 梁亦元还存有一些心痛的感觉 2013年秋天 连江市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市场巡查时 查获一支受伤的灰燕 当时灰燕翅膀受伤严重 被送到梁亦元这里时 十分虚弱 已经奄奄一息 站在江部门的那个头 也低下来了 那两个翅膀有一边都不能动 第一次给灰燕治病 对梁亦元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拿了我们当地 制人那个腰水 来用柱片来把那个 断的地方夹住 为了能让这个美丽的灰燕活下来 梁亦元像照顾孩子一样 彻夜守候 全部心思都花在灰燕身上 那天我一直守着它 拿着灯光 就是在前面那个治疗室门口 我怕不行的话 我马上要打电话给林医局 奇迹终于发生 这支柔弱的小灰燕 终于慢慢地好了起来 灰燕的伤痊愈后 梁亦元尝试把它放飞蓝天 然而每次放飞 灰燕总是飞不了多远 又再次返回 在梁亦元的身前背后围绕着 舍不得离开 就这样 七年来 这支灰燕一直不愿离去 你放它 等一下它又跑回来这个地方 虽然梁亦元不懂一点鸟语 但它和灰燕却心心相应 有了不舍的感情 十三年来 为了建候鸟保护区 梁亦元先后投入超过三十万元 经过他的手 在保护区成功救治后 再放飞的候鸟就有数千只 他义务保护候鸟的行动 也得到了当地林业部门的肯定 被专门聘为护林员 当地政府将桃花岛候鸟保护区 当作科普教育基地 每年孩子们都能到这里 了解大自然 保护野生动物 这里的毛的它比较松 加额的实一点 另外它那个脚 它那个脚很厉害的 但因为经常抓着鱼 2019年初 远在广州工作的儿子返回家乡 加入到候鸟保护区 和父亲一起保护候鸟 在家里的话 始终都有父母在 就感觉一家人在一起 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的笑脸的话 就心里很安心 儿子的加入 让梁一元有了更远的规划 下一步他打算建一个观鸟台 他希望自己做一个榜样 要把这片候鸟保护区 一直做下去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